披杀对角 戴志颖赢了 小戴轻松获胜 为台湾帮回预奔 这是2023苏迪漫杯小主赛最后一轮 台湾和马来西亚狭路相逢 争夺投名 在前面的混双和南钢比赛中 台湾均遭遇了失礼 第三场出仗的是戴志颖 而他的对手则是由着女榜李中伟之称的吴景威 手局上来 小戴就展现了不错的状态 连续推后铲 针对吴景威的防守位 随后点杀得手 出仇是成功夺旋 而我们一轮 如果网站优优独播这些伤营 电视频 追击 电视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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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小妹虽然上一场逆转了新度 但这对她的体能也是极大的消耗 况且达等小代的实力差距确实太大了 小代这个调度做的太出色了 轻松杀对角得分 这种起高球往前就是送分了 小代行云流水的进攻 杀上网还有一个假动作 吴锦威救得了第一下防不了第二下 吴锦威的进攻完全打不开 确实太被动了 小代再次点杀直线得分 轻松协议 随着吴小妹强往前失误 她仅仅拿到八分输掉了首局 小代招牌的钓球 胡锦威直接定在原地 这种招牌的 这种招牌ata 三种招牌at 1-2-3-2 1-2-3-2 1-2-3-2-3 2-2-3-3-2-3 1-2-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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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2-3-4-4-8-8-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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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又是一记批掉 胡锦威再次认住了 连反应的时间都没 这两人去年曾在马来西亚大师赛上交过手 当时胡锦威还能将戴智颖拖进决胜局 但这一场的差距确实太大了 比赛完全成为了戴智颖的进攻表演 小戴难得的跳杀 过去年曾在马来西亚大师赛上交往 但这赛凉的人都会给赛了 能不能在马来西亚大师赛中 会谈ively把内补处理水 参加了一些价格 但那他在马来西亚大师赛上交往 除了一个价格 我×教练的国家的国家的马来西亚大师赛就是 被你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小妹奋力的救球 小代连续三次掉球 连弱点都是一样的 吴景威挡住前两下后 第三下想勾对角 结果还是失误了 小代已经网起来了 这比赛确实压力太小了 最大问题是不合适的 是最大事的 就是最大事的 他就端子装定的 因为把它判断成 这二十三个月 随着小代批杀对角得分 他以21比10再胜一局 从而横扫吴景威为台湾帮回一城